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磁场里面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我说我有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这个磁场是在改变的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 我有一个金属 那这个金属呢 我开始让它摆动 OK 那现在你看到 当这个金属进到磁场的位置的时候 你现在 你的感应电动势是 怎样 哪个方向 因为你现在 这个fluss是增加的 对不对 要反抗它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有一个感应电动势是属于这个方向的 那同样的 我在这里 要离开磁场 我的感应电动势 会是怎样子 在这个位置 一旦进来以后 一旦进来以后 你就是通通是一样的fluss 然后从这个位置要离开磁场 那怎样 感应电动势是什么方向 你的fluss 要减少了 要减少了 那你现在要增加它的fluss 所以我们会看到 OK 我们的感应电动势是 这是第一这个方向 这是这个方向 不同的这个方向 那有一件事情是 比较好玩的一件事情是说 既然我现在 这个导体释放 这个是一个导体的话 那你现在你已经知道 你有感应电动势在这里 你就是会有感应电流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感应电流 就是我们讲的 叫做AD颗 因为它好像磁电流一样 原来是这个方向 现在变成这个方向 那这个AD颗人呢 基本上面 在整个的这个 十遍的这个场里面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 常常我们会看到 它会产生一个local的可能 由于因为我们的场 随着时间改变 而产生 那这个local颗人的话 我们就叫做AD颗人 那这个AD颗人有什么好处呢 你知道一个导体 虽然它是一个导体 但是一旦有电流的时候 这个导体如果不是一个 很好的导体的话 那它就会产生什么 热 它就会产生热了 那它就会有simal power 那这个simal power的话 你可以把它拿来做好的用途 也可以拿来认为说 你损害了能量 其实你们每一个同学 大概都用过电磁炉 电磁炉的原理就是这个原理 用的就是你的AD颗人所产生的simal power 所以当冬天你去吃火锅的时候 那你觉得火锅很好吃的时候 其实你要很小心的 你基本上你已经在接受 这个simal power给你的 所加热的物质 那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这个就是你加热了 有什么坏处 坏处是什么 坏处是 基本上面这些都是间接的热量 这个热量呢 由于你要产生 你power的话是I平方R 那你这个跟你的电流 跟你的resistant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要产生的I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你的感应链动式是跟 你磁通密度在改变有关系 一旦磁通密度在改变的时候 就相当于这个东西 就是后面我后面讲的 就是你的电磁波 因为磁场电场 就交互在作用的情况之下 所以在电磁炉的旁边 其实是什么 电磁波非常强的 所以你一顿火锅吃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在那边 接受很强的电磁波的效应 可以考量一下 需不需要这样子吃 你们自己是学物理的 有一些东西 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 是跟你们物理有关系的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 看起来没什么样子 就像手机一样 手机这个 接收信号越强的 手机 相对的就是你 发射信号就越强 OK 这是相对性的 他就要说 当你在讲手机的时候 你在讲手机的时候 他的那个radiation 其实就已经在 在影响到你的脑部了 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话 是有些地方是什么 禁止手机的开机的部分 就是避免那去干扰一些不必要的精密仪器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一些问题的部分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 close loop 才会有一个感应电动式 产生出来 那基本上面 这个感应电动式产生出来 这个close loop 是我们看到 能够让你看到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好了 好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说 如果 好 如果 我们把一根 金属棒 那这个金属棒呢 在磁场里面 OK 那你现在你把这个金属棒 从磁场里面去移动的部分 OK 那你去移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对这个金属棒来讲 并没有一个close loop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还是产生了感应电动式 那如何来看待它这个问题呢 以一个围观的性质来看的时候 这里面的charge OK 是一个 charge q 那你看到 对 当然你这是一个金属 那你q的电荷在这里面 q会受到什么力 q会受到 launch force 对不对 那哪个方向 v close v ok 那你就看到什么 这个q呢 当你一边在走的时候 q就会慢慢的往这边走 所以q累积在这个方向 然后同样的道理 这整根金属棒的部分 q跑到这里来 这边就是负的 那换句话说 你会看到整根的金属棒 其实已经有一个感应电厂1 一旦有感应电厂1的时候 你看到了这个qR 它实际上受了fb以外 你还受了感应电厂给你的 什么时候它不动 就是这两个力 它等于零的时候 那这个条件底下的时候 它等于零的时候 你会看到实际上这两端累积的电厄 已经让它这两端形成了一个电位差 那电位差的大小 电位差的大小 基本上就是1.dl的部分 从负的 1.2的部分 OK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电厂1的大小是多少 电厂1的大小 因为你要符合它不动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 qE 减掉 qV V 它等于零 那1的大小 就是等于VV的大小 严格来讲 你可以把它用向量来表示 这个就是qE 减掉QV V cross B 它等于零 所以你的1呢 实际上就是V cross B的 OK 好 这是加的 向量的话就是加的 那就是负子 所以我们看到 为什么会这么吵呢 好 我们会看到1到2 1.dl的部分 这边负的 V cross B .dl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情况 我们两单的电位差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那它并没有产生一个close loop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 现在我必须要把我的感应电动势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第一个部分就是 在之前我们说 因为你的flux 随着时间 在改变 而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OK 第二个呢 第二个你并没有看到flux随着时间在改变 只不过是 这个金属棒在磁场里面 做了一个切割磁力线的一个动作 把这个磁力线 原来的磁力线方向切割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flux呢 它是由于flux被cutting 所对应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OK 那这个东西是 是磁力线被cutting的感应电动势 那这两件事情 我们能不能把它合并在一起 把它写成一个统一的关系呢 这是我们接着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把 一个loop 那在一个 随着时间 改变的场里面 看句话说 cost loop你也有了 时长在改变你也有了 那它是两个双重效应应该都有的 那我们要把它怎么整合在一起 那 好 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首先我们在 讨论这个问题里头的时候 我们先以charge的观点来看待它 我说如果有一个charge q 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charge q 它其实受到的 或是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电场给它的 一个是它在 食场里面运动 所得到的total的force ok 那对这个charge来讲的话 它受到的例子是这样 我说我现在有一个观察者 这个观察者呢 它跟着 这个charge在运动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啊 这个观察者是跟着charge在运动 那你看到 对这个观察者来讲 它根本感受不到 这一项给它的 因为它不知道它自己在动啊 所以 对这个观察者而言 它所受到的力 它以为是一个场 给它的力 这个场呢 实际上就是对应 u cross b 有没有问题 因为它不知道它自己在动 但是它知道它受了力 受力的话 并不因为它跟着它 这个观察者 跟着q在改变的话 这两个是什么 互为惯性坐标系统 那互为惯性坐标系统的 两个力 是一样的 所以对这个观察者来讲 它基本上面 它感觉 它是受了一个电力的作用 那就是eplung的部分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